利用ChatGPT来加强简报内容并加上合适的图表和趋势线时 以下是操作的说明 1.利用ChatGPT进行提问时 可以使用明确且具体的语句 2.选择适合的图表 根据您简报中的数据和目标 选择适合的图表类型 3.加入趋势线 使用简报工具中的图表编辑功能 将趋势线添加到图表中 最重要的是ChatGPT提供了一个起点和参考 但最终决策和调整仍应由您作为简报设计人员来完成 结合ChatGPT的能力和您的专业知识 您可以打造出更具说服力和专业性的简报 请你们到第七章播影片 麻烦请只要选择几个字 对不对 安非他命在台湾的滥用现况和趋势 第一章 这是来自法务部的统计 我会这样子抓图 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PDF的报告 所以我到这个地方 我会找到刚刚的那一张图片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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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资料也是来自于中央警察大学 麻烦请各位 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抓把 这一张 这一张就很合适 又符合趋势 有看到吗 我要的是这一张 好 请看一下Windows在Ctrl跟Auto中间 那个Windows Windows加上Shift键 也就是这两个键按住 然后点用另外一只手点S 然后接下来去选范围 比如说我要从这个范围 拖曳选取到这个地方 我直接重新去抓这张图 可以吗 我就不用受限于它原本图清晰或不清晰 接下来贴到这个地方 贴到这里面 Ctrl加V 然后这个时候你缩小 其实这个标题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分享安倍康命中强调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张图影片的重点 你是要强调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 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两种它都有上升的趋势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其实你去画一条趋势线 然后接下来再画一条趋势线 而且这条趋势线呢 改成蓝色 然后稍微粗一点 好 等一下我再教你们 这一条一样改成 粗一点 三点 然后线条是虚线 好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张图存在的意义是不是有达到这张投影片的目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抓的是这种统计图表 在统计图表上面 通常你这句话的重点 只要强调它对我们社会和个人的危害 而不是强调它的趋势 因为你已经把图都显示在这边了 好了 那趋势线要怎么画 因为你抓下来的图 你就不能够再套回去以色谣里面 对不对 它是图片 所以你要记得最后两点的中间 你的起始点在第一个点 没问题 最后这条线要落在最后两个点的中间 这就是它趋势线的一个基本构图表 可以吗 这个点在这里 没有问题 这个最后分落在这两点之间 而且如果它这边往下压的比较多 那它就会偏比较下面一点 可以听得懂吗 不是把第一个点跟最后一点接起来 就叫趋势线 如果你更有兴趣的话 请去把这些数字 全部放到以色谣里面 然后再请它画出来趋势线 你大概就可以得到更正确的一个数值 因为它都把数字都贴给你了 举例来说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放了一个数字 有没有看到这个安贝他命的数字 在98年18872例 这个是叫做毒品犯罪嫌疑人 对不对 这是有吸食安贝他命的人 就是在98年的时候有18872人 绝对不会有人愿意 99年27369 100年210 这样子一路把它念完 这个念完别人也记不住 而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是 讲这条趋势线 所以请问它的趋势是不是上升 所以你要讲真的 只要讲这个趋势 所以它所呈现的趋势是上升的 而且超过一倍 就是在10年间的成长超过了一倍 请问一下通常讲完这张普遍 请问会不会强调其对社会和个人的违害 你没有任何提示 对不对 还有现在讲这句话 请问一下对个人会产生什么危害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机制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讲你就要讲说 因为它会产生多巴胺 然后多巴胺它会让我们的神经元受损 然后产生神经系统疾病的危害 那请问一下对社会的危害是什么 好 如果真的不晓得 我们其实可以去问chip GPT 好 我先把它圈起来 这边没有交代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成长的趋势 就是吸食安贝他命跟其他毒品的趋势是成长 可是这个成长会造成什么社会的危害 不晓得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问chip GPT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 请看第七页 安贝他命对社会的危害是什么 安贝他命在台湾的滥用和趋势中 造成社会的危害是什么 等你问完之后 你可能要去决定说 要不要放那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你是去那个国中来去做一个宣导 毒品宣导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不要讲那么多的一个社会危害 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 家庭破裂 青少年措施 哦 好吧 我觉得这好像也蛮重要的 我只是觉得说 也可能你给了太多的资讯 可能只要讲这样子的内容 因为假设你现在就告诉小朋友一些很多的社会的危害 未必是好事 个人的危害 各位已经知道了 所以就不用再多赘述 只是说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边 这边因为前面没有讲 所以对社会的一个危害是 像毒品犯罪 家庭破裂 青少年辍学 青少年没有职场失业 好 然后接下来统计图表的一个讲解 这一张教育简转单